鉴定一下网络热门视频 这球看起来像二次伟利吧 其实不是的 规则上说下列情况不是运球 有一条就是从其他队员的附近 用拍击球来试图获得控制球 他不算运球 所以两个人在争抢球时 并不能算作一次运球 在8号获得控制球权后 再运球才是他的第一次运球 虽然说没有二次运球伟利 但是有启动走步的嫌疑 这个动作其实在之前的视频讲过 虽然说是同样的动作 但是确实是有好坏之分 这个动作是建立在碗合球的技术上 那他合球过早的话 导致他的第零步就确定的非常早 那随后的一二三步多了一步 那就是走步为例 跳步一直是我们很多朋友心中 比较疑惑的点 那像视频中讲 单脚起跳双脚落地 随后再迈步的动作是合法的 基于这种基本动作 网上又研究出来了很多奇怪的跳步 但是我们还是要擦亮双眼 学好基础再去研究新动脚 刚说完跳步 这又来了一个反面教材 这个就是典型的南斯拉腹部 同脚的连续出地 不管是同一只单脚 还是双脚连续的出地 一律视为走步 在这我也想说一句 不管什么动作的视频教学 规则一定要先吃透 这样带有误导性的视频 真的不可取 好家伙 这球给我也看懵了 也难怪场上队和蔡凡没反应 正常情况下 红队发完来之后 应该是白队发球 那红队干扰白队发球 判技术犯规 隔离的第三天 多爱他的我点视频吧 拜拜